10月1日已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玩婚的莫文卫及Jihannis 有感很多好友未能亲到当地分享他们的喜悦 所以今日特地在港举办婚礼派对 与一众圈内外亲朋好友分享他们新婚的喜悦 到场嘉宾可谓星光异役 凯润身穿全球独一无二的淡银色纱裙 与夫婿于下午三时到达派对现场 仪式完毕后一对新人就手脱手移步到会所门外 接受简短访问 Karen表示很开心众多宾客的到来 自己三岁开始认识的同学 到入行后认识的各方好友都在 所以心情比开演唱会还好 好开心啊 开心过搞演唱会 但是其实整个筹备都跟演唱会差不多了 又找场地啊 然后搞很多布置啊 整个流程啊 但是很开心啊 而且最开心是见到很多 那么久以来 就是有小过三岁英式的小同学 那些一路到我入了行 那么多年来的 就是各个范畴的朋友 那么很多都很避免 有今天来跟我一起 分享这个开心啊 Karen更向传媒大派力士 期间二人又应传媒要求再度亲吻 问到两人有否生龙宝宝的计划 他以英文问老公 Do you want to have a baby? Jahannes则笑而不语 Do we want to have a baby? 应该没什么特别的计划了 是啊 他就 好忙了 主人家让宾客把礼金直接捐款给 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同时Karen又准备了很多礼品作为回礼 包括巧克力 茶叶礼盒 PGN及亮片小提包 最贴心的是 所有宾客都可以获得现场拍摄的照片 加上Karen和Jahannes的祝福卡片作为留念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